那些个还在犹豫的,见到这幅光景倒是下了决心,把孩子送到族学里头了。 但这样一来,族学里头虽说热闹,东西却是不够用了,白炕元犹豫着是该自己家出,还是从祠堂出的时候,白金北寻上了门来,说是这些东西他家来出。 金北可是做了一种大好事呢,咱们白家村的人都得惦记你的好财城呢。 李正叔说这话就是客气了,我既然是白家村的人,说啥也得给咱族里头出一份利才成吧,这都是关系到后代前程的事,都是应该的。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,这都是关系到后代前程的事,咱们村子原先比现在也差远了,这是慢慢出了几个有出息的,还能帮衬着往上带一带,这才比别的村好上一些。 往后还是得在后代上多下点功夫啊,如果养出几个有出息的,咱们村子才能越来越好的。 是怎么回事,所以我今儿来巡礼征书,除了这桌椅沙盘沙的东西,还有另外一桩事。 啥事儿,就是这租学的事儿,我想着每年拿些银子出来给租学,每年年底的时候,让先生给学生考核,考核的前三名都给些奖励。 银钱也好,笔墨指研这些当用的东西也好,哪怕是买些吃食肉类的东西,总会给孩子们些东西。 也好就要大家都知道,读书啊,总会是有些用处的。 这从前就只有后生们读书,现如今姑娘们也入了足学,这奖励也分成两份,哪边都不偏颇,显得也公正些。 你是歇心猪的,还想到这些。 也都是李正叔你费尽心思的,想着让孩子们去上学,我才想到这些罢了,你有这份心,是最难能可贵的。 即使小辈都做得这么周全了,白康元觉得自己也不能落后了去,道。 这学生也越来越多,我看只有白学文艺人怕是也教不了了,咱们村业还有同生出身的,等我回头寻人来谈一谈,说道说道来足学教书的事。 足学那原本也是两间屋子,只是读书人少,便空了一间,这段时日也给食道出来,早些做了准备。 成,李正叔,有啥需要帮忙的,能短缺的,跟我说话就是。